中国的汉朝西方的罗马是东方历史上和西方历史上最巅峰的两个时期 在我国的春秋时期罗马建立了共和国 而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在西汉末年由最初的罗马共和国演变成为了罗马帝国 虽然这两个国家隔着千山和万水 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彼此却相互知晓相互敬佩 我国史书称赞罗马为大旗 罗马贵族以穿汉朝的丝绸衣服为荣 有意思的是 最近网络上有一篇关于汉朝和罗马孰强孰弱 双方开战结局设想的帖子 世界各地的网民均对此展开了热力的讨论 尤其是国外一些网众大开的网民 其评论让人觉得相当意外 比如支持汉朝取证呢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端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 消灭敌人 而且中国人是间谍战和夜战的鼻祖 他们善意在战争中制造虚假谣言 传播不正确信息 以此来扰乱敌军 降低士气 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而支持罗马取胜的外国网民则认为 罗马拥有更短的战争补给线 汉朝的军队需要徒步挺进 但是罗马军团却可以通过海上航行抵达目的地 并且通过大量的金币收买同盟 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汉朝 二战时期 戴满小国日本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领土 说明了中国人存在忠诚问题 所以罗马人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收买对方的将领 从而取得战争胜利